那種疫情在其民眾常打第三劑疫苗 指揮中心昨天開放一九二二的預約平臺 提供第十九期第三劑的預約 目前已經有七十五萬元完成預約 由於台北市沒有加入一九二二中央開放疫苗系統 早在之前預約而滿 好多民眾抱怨連連 有民眾說想要打高端 在台北市現在預約不到 你要打疫苗嗎 我們現在的話 第三劑的話都可以現場來預約登記 但是可能就是要等 電話搶搶搶想不停 整所電話接到手軟 都是要詢問能不能施打第三劑 因疫情升溫民眾強打第三劑疫苗 不過台北市疫苗系統自成一格 沒有加入中央一九二二系統 也導致了第一天預約就大爆滿 民眾想打都打不到 預約不到好像滿難的 我覺得還是放在一九二二會比較好 好像被隔絕的那種感覺 好像台北市好像被孤立那種感覺 其實不怕麻煩 只要怕打不到人 民眾抱怨不停 畢竟疫苗接種需求量暴增 尤其台北疫苗預約系統 目前只開放選擇 BNT及莫德納 想支持郭燦高端疫苗的民眾 卻無處可打 我們診所的話開放預約的這個量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少 早上的話都只有一瓶而已 那以一瓶來講大概只能開打的部分的話 只有十個名額而已 大部分基層醫在台北市的基層醫師 也不曉得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幫民眾打高端疫苗 因為他們不知道打完之後 mRNA疫苗之後身體不舒服 所以他們想改打其他疫苗 面對民怨沸騰 台北市政府澄清 已經將醫療量能開到最大 DNT大概會有五千到六千人 相較之下AZ還有高端的人數就非常少 所以我們在一直都在加開 我們有總共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三百三百五十個左右的接種點 尤其Omicron來勢洶洶 台北市長柯文哲透露 想用台北通作為疫苗護照 可以稍微放寬 那個我們戴口罩這類的規定 但是如果是在戶內的空間 人多的地方 我想即使打了完整的疫苗 還是要戴口罩 隨著新北市強先落實疫苗護照 台北市也積極跟進 擴大疫苗覆蓋率 記者林俊廷如近台北採訪報導